HELLO 大家好,我是翠宇 我在屋宇健身已經講很多了 那當初其實我是以前的時候 我已經常常過進去 然後截至以前我是一個海域中的女生 那是因為公司附近剛好有開了一家新的摩托區 然後離公司近離家離人近 所以一定有機會就是這樣走過去 對,然後其實進入摩托區 女生物身份也很好,有師爸,有酒氣箱 而且這邊就是很多參與客人可以上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 對,然後父母以前想要練中訓 所以其實我報名就是教練的合成很大 然後教練也都很親切,很認真 都有幫我們規劃和一些客製化的因子 跟一些機材上面的分配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從我就是什麼都不會 只會考一台旁路機的女生 到現在各個機材技術都不合 也不能說家親就有床 那臉的機材都還不錯 那也都有在使用 我覺得運動的那是很舒服啊 而且對我身體感在也很多 那摩托區其實不只是一個健身房 他對我們愛護多人來講 是第二個大壓力 對,其實當你平常是想要很累 很想放進來,想放耍背 不想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可能放假 想要運動健身 你知道該從你的坐起,你的坐著 就是多去這裡,很多教練 很多朋友 每當我想起他們 我覺得自身的路上 跟計減職的路上 都真的不一樣 這是一個空間的水平 那才是屬於 那才是屬於 你平常的水平